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你是我的花朵的分解動作 你是我的花朵主要有四個主要動作 加上主要旋律的動作 首先第一個動作是原地踏步 我們從右腳開始 5 6 7 雙手自然擺動就可以了 停 接下來的動作做的是交叉踏點的動作 我們將雙手輕鬆的放在腰際 從右邊先踏點 踏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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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6 7 停 第三個動作是交叉抬膝的動作 首先我們先將雙手抬高放在肩膀的部位 手可以朝下 手心也可以朝前方 首先我們先用右腳抬膝 左手拍右腳 好 換腳 換腳 5 6 7 8 停 第四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是腳往後勾的動作 首先我們先將雙手抬高放到肩膀的部位 首先右腳往後勾 首先右腳往後勾 左手拍到右腳的腳底板 換腳 頭可以微微看到腳底板的地方 1 2 3 4 5 6 7 8 停 接下來介紹的是串腸中的大呼吸的動作 首先我們先彎曲我們的膝蓋 畫個圓 吸氣 阿 往下的時候吐出來 再一次彎曲膝蓋 吸一大口氣 阿 吐出來 接下來 接下來是主要旋律的動作 腳可以微微的張開 手先用左手插著腰際 右手伸出一根手指頭 往斜前方上面點 1 2 3 4 畫一個Z字型 在影片中我們會喊 上 上 下 下 下 再來就是花朵 就像一個花浪一樣 再來從右邊 右上方旋轉手部 再換左邊 右手再重複一字 往上 上 下 下 花朵 右上方旋轉圈圈 右上方轉圈圈 換左邊 接著換左手 右手插腰 左手伸出手指头 一样的地方 上上下下画个Z 再花朵 左上方绕圈圈 晃右边 左手再来一致 右手插腰 左手指的天花板 上上下下 花浪 左边转圈圈 右边 停